王磊 三十七岁 吉林通话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二位企业家 两位老师 主持人好 我是跟服装有了 十六年的不解资源 在莱菲尼幕署呢 今天有点紧张啊 然后想求得一份 与销售有关 然后或者是培训有关的 一个职位 谢谢大家 欢迎你 王磊 你来就来呗 带什么东西 各位老板 谢谢啊 你客气啥啊 各位老板 那个喝没喝 不是都给我的 大为老师 有您一份就够了吗 就给我一份啊 这不就是那个 乳烙干嘛 是吧 可以干吃吗 可以干吃的 那个我发得赶紧的 现在可以发吗 发吧 来吧 赶紧的 赶紧的 怎么了吗 我觉得这孩子在家 肯定特听老婆话 还有我们的老乡 行了 各位企业家 这个 都是嘴 嘴里喊上走的 真吃是吗 好家伙啊 萧嫣真估计有点饿了 王磊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 你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对 你练过硬笔书法吗 硬笔书法 软笔书法我都练过 都练过 对啊 各位企业家 咱们边吃边聊边看 看看他的报名表 这字写的是真不错呀 自己能看出来是 是个认真的人吗 是 我觉得自如其人吧 原长也挺帅 你练了多少年 呃 两年左右 小的时候练的吗 没有 从师范院校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因为我觉得写书法可以修心 对 所有师范院校都写字号 我也是 哦 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那你咋04年毕业以后 隔了一个月 你就到北京某服装超市 当店长去了呢 不是隔了一个月吧 因为我们是提前实习的 我是四月份就来北京的 那个我就是为什么来北京呢 我就在学校期间呢 我的学习成绩也特别好 几乎每次考试啊 都在前五名左右 我选学书法了嘛 然后在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了一个书法展 当然写的不是行书 然后写的是楷书 就是有校招 觉得我自写的还可以 就把我招聘到北京 我记得特别清楚 第一个月好像是 450块钱吧 我去管住 就跟我们一起来的 有六个人吧 然后有五个呢 都回去了 因为那个单位的话 其实太无聊了 没什么事 每天就是 比如说我看到大老师 您在那个报纸上 写了一篇文章 我们会写信给他 然后翻北京大黄页 然后把邮给您 说您的这个 获得一等奖 二等奖 您要需要出书的话 可以找我们 就是这么一家企业 但是这份工作 你干的时间也不长 三个月 你是因为钱少 还是有别的原因 因为钱少是一方面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我觉得这个企业 好像跟我传说当中 那个名字好像不太符 因为年轻气盛吧 然后我就看个 手地手报纸 看了个报纸的话 我看 这个我造花务员的 包吃包住一千二 我就打电话 我应进 你打是真大 去了以后 是不是让你钱交钱 对 你咋知道的 那时候一共手里有多少钱 也就一千多块钱吧 一千多块钱 咱就算假设一千块钱 拿出了将近小三分之一 对 交给他押金 对 第二天那个 我把钱交之后 他给我领到一个 办地下室的地方 大概面积也就 这一圈这么大吧 就咱舞台这么大 对 舞台这么大 对 然后密密码码 做一个人接一个人 每个钱一个电话 我就问 咱们是卖什么呢 说我们什么都卖 然后的话 只要是企业需要的话 我们就卖 那一人发一本大黄叶 你随便 随机给我打电话 我就问一下 我就问一下旁边的人 我就说 这个你来多久了 我想求教一下嘛 是不是 因为刚来啥也不懂嘛 对不对 然后他说 我来三天 有的还有来两天 还有跟我一天来的 反正问了一圈人 几乎都在三天之内来的 我就觉得 这个地方有点不太对劲 可能是骗子 然后我可能就被骗了 然后第二天 我就找到那个 那个经理吧 当时有个经理 我说经理 我不想干了 你能不能把押金退过 他说不可能 为啥不可能呢 因为我这么有人啊 你告啊 我都不怕 我一想这样 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的吧 我说那个 哎呀 姐啊我也不容易 你说我这个 千里迢迢的来北京 私上一共没穿多少钱 你说 都交给你了 我这没法生过呀 哎那个当时是一个经理 是个女的 比我 大哥四五岁的样子吧 说 这样吧 你跟姐干吧 姐姐有肉吃 就有你的汤喝啊 嗯 你这样 我们还明天还有个点 你去给我应聘 然后 然后行的话 一个人我给你五十 我行是 那能不能先借我点钱呢 我说 确实没钱吃饭了 然后他就借我一百块钱 然后我拿一百块钱 第二天没去 我就这样 我就骗回来一百 嘿 即时的止损 对 减少损失 这一段经历 对你后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再去职场的时候 有啊 然后从此之后的话 我就打电话 也是看那个报纸 反正是要押金的 要一块钱的我也不去 非你没数是结束不错啊 一分钱不要 我觉得挺好 对 对 对